在佛山旅游文化级的开幕式上各种全派的武术表演将充分展现佛山身为武术之乡的魅力 其中的一项就是永春六点半棍 究竟它是怎样的一种棍树呢 记者介绍一下 杀 割 枪 弹 丁 条 按照永春六点半棍的打法 要耍这只两米多长重约十斤的石木棍 只能抓起一端按照前后左右上下六个方位 在瞬间将所有的内力作用到棍间处 你再画一条腰 整体大动将力度送到棍尖 由手 由脚 到腰 到肩 到手指 到传于棍尖 在一个很长的运动过程 大概三米多长的运动过程 所以要在一个意念度 瞬间将力量在三米多长传递出去 这必须有相当相当的水平才可以做得出 永春棍注重实践 一朝一世都蕴含了六粒 例如师傅拿棍钱的这条工作 要求腰 桥 马 三者合一 而其中的步法和套路 还包含了三三不进 六六无穷 九九归一 这样独特的数字秘诀 没有想过吧 原来耍一只简单的棍子 都需要这么多讲究 不过为什么会起名叫做六点半棍呢 这么威风的永春泉自然吸引了一般精力旺盛的学生 趁着暑假他们都纷纷来拜师学艺 希望在强身健体的同时 掌握一套漂亮的棍法 同其他拳法一样 佛山永春的弟子都希望 通过旅游文化节开幕式的表演 让更多的人感受佛山武术的魅力 宣传佛山 佛山电视台见习记者郑思 实习记者刘鹏报道